痛楚達到極限 習近平訪問越南前匆忙海會 拜登指以色列正在失去國際支持 習近平攜夫人憑麗媛訪越南 出世前失聯4小時 港星周凱薇死因盛迷 大家好 首先多謝大家的支持 今天是香港時間12月13日 歡迎收看希望指聲每日要文愛林恩 在今天的節目開始之前 我們希望各位觀眾能觀看一段短片 來深入了解我們希望指聲 中共統治民眾最重要的手段就是欺騙 為了掩蓋謊言就要控制言論 這就是為何中共有上萬家的媒體 但沒有一家不受黨的控制 這也是為何中共每年要投入幾百億人民幣 去修建防火牆 以及在中國境內要建立幾十家 不從事廣播 只從事干擾廣播的大型電台 中共最著重防範的地方 正是它最薄弱的地方 因此持續不斷的穩定的傳播真相的渠道 就成了能夠改變中國最重要的東西 那什麼渠道能夠做到這一點呢? 答案之一是短波廣播 希望指聲從2004年開始 從台灣對中國大陸廣播 希望指聲自主研發 獨創了圍繞中國周邊的 由120個短波電台組成的巨大的廣播網 這是唯一一家組合了數字科技和傳統廣播 用低成本 成功地在所有的短波頻率 進行7天24小時廣播的民間電台網 我們的廣播信號擊破了中共的信號干擾 覆蓋了中國60%的土地和80%的人口 我們的廣播規模幾乎超過了所有國家級的電台 我們的義工在山間 在草原 在草莫 在松林裡面 在難以想像的艱苦的條件下 建立了這個巨大規模的短波廣播網 就是為了向中國送入持續的不斷的真實的資訊 希望指聲的對話廣播 完全是由民間的資源來完成 我們迫切需要資金 來維持這個承載著無數人希望的短波廣播網 你只要捐助20美元 就可以給全中國5分鐘的真相 聚沙成塔 眾志成城 施開空中國鐵幕 啟發中國的民資 投資給中國民眾真相 就是投資中國的未來 中共黨魁習近平在12月11日和12日召開了中共中央經濟工作會議 有評論表示 習近平訪問越南之前結束經濟會議 感覺有點匆忙 而中共一再強調化解房地產等各種金融風險 顯然對經濟下滑的痛苦達到極限 不斷犧牲財政和貨幣刺激手段 但這種自上而下的干預 只能擾亂市場 各種違約惡夢將越演越烈 中共官媒《新華社》報導 12月11日至12日 中共在北京召開經濟工作會議 中共黨魁習近平發表演講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強、趙樂際、王滬寧、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會議 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報導 中共官方顧問透露 他們建議明年經濟成長目標設定在4.5%至5.5%之間 而多數與會者贊成 將2024年經濟成長目標設定在5%左右 和今年的目標持平 花旗銀行經濟學家在上週五的報告中預計 中共會將2024年的經濟成長目標設定在5%左右 和今年的目標一樣不高不低 很多經濟學家對明年中國經濟的預測疲遠 原因是2022年中國經濟狀況不佳 基數效應令2023年的數據看起來不錯 2022年包括上海和深圳在內的主要城市的封控措施 阻礙了經濟成長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預計 2024年中國經濟成長將從今年的5.4% 放緩到4.6% 彭博社報導認為 由於2022年因為嚴厲清零措施等因素 中國經濟基數低 明年要在2023年的基礎上實現5%的成長率 實際上是一個不低的目標 目前中國經濟面臨各種挑戰 例如房地產危機 影子銀行爆布 地方政府債務 外資加速撤離 消費者信心低迷 失業率增高 和西方地緣政治緊張等 中共經濟會議也承認 中國經濟遭遇來自內需不足 產業產能過剩 社會預期偏弱 風險隱患多 外部環境等多方面的困難和挑戰 並強調科技創新 擴大國內需求和對外開放 防範化解房地產、地方債務、 中小金融機構等領域的風險 確保糧食安全等 有評論指出 中共當局一再強調化解房地產、 地方債務和金融風險 講明習近平當局 對經濟下滑的痛楚達到極限 不斷作出財政和貨幣手段進行刺激 但是 中共至上而下的干預 只能擾亂市場 各種違約惡夢將越演越烈 美國總統拜登12月12日警告說 由於以色列對加沙的狂空濫窄 以色列正在失去國際社會的支持 拜登以異常強硬的措詞 發表了相關講話 自10月7日哈馬斯對以色列發動恐怖攻擊以來 這是拜登對以色列反擊哈馬斯行動中 最尖銳的評價 與他先前對以色列的全力支持 形成了鮮明對比 據《大紀元時報》報道 拜登在週二的2024年 總統競選籌款活動上發表講話說 以色列的安全可以依靠美國 但現在他擁有的不僅是美國 以色列有歐盟有歐洲 世界上大多數國家都支持他們 這些捐贈者中有些是猶太人 拜登表示 由於發生了狂轟濫炸 以色列開始失去這種支持 拜登發表尖銳言論的同時 白宮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 將在這星期前往以色列 與以色列戰時內閣舉行會談 拜登認為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湖 能夠理解目前的國際局勢 但他對以色列戰時內閣能否做到這一點 並不是那麼肯定 拜登也特別評擊了以色列國家安全部長 伊塔馬·本格維爾 本格維爾反對兩國解決方案 並呼籲以色列重新控制整個 約旦河西岸和加沙走廊 本格維爾是以色列安全內閣成員 但不是以色列戰時內閣成員 哈馬斯的一名高級官員 在黎巴嫩首都貝魯特 對拜登星期二的尖銳言論表示贊同 哈馬斯政治局成員奧薩馬·哈姆丹 在一次新聞發布會上說 戰爭將對以色列和選舉結果 造成災難性的影響 拜登可能會在選舉中 失去他在白宮的位置 12月8日 聯合國安理會對加沙停火決議案進行了表決 美國再次一票否決停火決議 英國在13比1的表決中投了棄權票 但法國和日本是支持停火的國家 拜登透露當他警告內塔尼亞湖 轟炸行動會失去國際支持的時候 內塔尼亞湖提到了美國在二戰中 地毯式轟炸德國和向日本投擲原子彈 在拜登發表尖銳評價之前 內塔尼亞湖當日還在一份聲明中 表示感謝美國的支持 並說她得到了對地面入侵的全力支持 以及阻止國際社會施加壓力 以停止戰爭的支持 內塔尼亞湖表示 美國和以色列關於哈馬斯之後 的加沙走廊重建存在分歧 但希望最終能達成一支 她說 我想澄清我的立場 我不會允許以色列重蹈奧斯陸的覆設 在1990年代 美國總統克林頓促成奧斯陸和平協議 建立了巴勒斯坦權力機構 但該協議最終而失敗告終 星期二較早時候 白宮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表示 她將與內塔尼亞湖 討論結束加沙大規模戰爭的時間表 並表示 她會將拜登對這件事的看法 轉達給內塔尼亞湖 她表示 她還將聽取內塔尼亞湖 和以色列官員對這項議題的看法 繼美國總統拜登訪問越南之後 中共黨魁習近平在12月12日 葵夫人彭麗媛中辦主任蔡奇 外長王毅和公安部長王小紅 到訪越南 越南總理范明正 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員 中央書記處書記 中央內政部部長潘廷 越共中央書記處書記 中央對外部部長黎懷中等人到機場迎接 隨後越共中央總書記阮父仲 為習近平舉行了歡迎儀式 請大家報導 習近平發表書面講話表示 中方將對越關係放在周邊外交的優先方向 這是習近平六年來首次訪問越南 越南官媒《青年報》報導說 習近平這次出訪 將與越南簽署幾十項合作協議 包括中共可能向越南的中越跨境鐵路建設 提供資金支持 鐵路是越南出口的重要交通途徑 除此之外 兩國還要加強運輸聯繫 將令越南能夠向中國出口更多產品 特別是農產品 而北京方面則希望進一步整合該國 北部和南部的供應鏈網絡 今年中國企業迅速將部分業務轉移到越南 認為從越南出貨更能令西方客戶接受 並降低美中貿易緊張局勢帶來的風險 三個月前 美國總統拜登訪問了越南 將美越關係連升兩級 從全面夥伴關係提升到全面戰略夥伴關係 報導並引述中共駐越南大師洪波的說話 要將雙方關係提升到北京方面 可能認為超越美國的水平 顯然美中都正在拉攏越南 紐約時報引述分析師的觀點說 在美國和越南在9月建立全面戰略夥伴關係之後 習近平此行是想要試探越南的意圖 確保他不會聯美抗中 全面戰略夥伴關係 是越南給予他國的最高外交地位 中越在15年前已經遞結這個關係 但習近平一直向越南施壓 要他加入中共所謂的人類命運共同體 BBC指 所謂人類命運共同體 是一個以中共為中心 很大程度上基於象徵意義的概念 被廣泛視為是對美國主導的全球秩序的挑戰 今年11月底 越南國家主席武文賞出訪日本之後 河內和東京也決定將兩國外交關係 提升到全面戰略夥伴關係的高度 英國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 亞太計劃研究員海頓認為 越南提升與其他國家的關係 是為了維持它的獨立性 利用美國、日本、印度 和其他合作夥伴 來維持自己的自主權 他向德國之聲表示 中國是一個龐大的國家 和越南接釀 但後者不想令自己 被中國的引力拖入它的軌道 中共正面臨中國經濟嚴重惡化的問題 因出現以天屠龍記獲封 最美周紫若的港星周凱薇 11日被大陸網友爆出死訊 但遲遲未獲證實 12日晚周凱薇工作室發布聲明 證實周凱薇在11日因病醫治無效去世 而香港電影工作者總會前會長田啟文 先前受訪時透露 周凱薇音訊全無 失聯4個多小時 請看報導 57歲的周凱薇第一時間傳出過世的消息時 有知情人士爆出 她在位於北京的家中雲島 救護車接獲通知之後 緊急將她送往醫院搶救 在12日 周凱薇工作室官方微博發文證實 凱薇姐因病醫治無效 於2023年12月11日離開了我們 周凱薇的母親亦發文悼念 親愛的凱薇 希望你到了另一個世界會繼續快樂 家人以你為榮 下款是母親率全家人 田啟文11日接受大陸娛樂記者 杜恩湖訪問時表示 當日晚上7點鐘 聽到周凱薇去世的傳聞之後 動員香港電影界多方人士 從晚上8點到11點半尋找周凱薇 但音訊全無 失聯時間超過4小時 而有周凱薇的朋友透露 前幾天雙方還有聯絡 沒有想到突然傳來病逝的噩耗 杜恩湖12日在微博透露 田啟文告訴她 其實昨天周凱薇送往北京協和醫院搶救 生命就危急 但周凱薇的親人和朋友 從昨天到今天 還是希望醫生能夠令周凱薇起死回生 而經北京協和醫院盡全力搶救 最後周凱薇還是走了 因此 直到12月12日晚上9點鐘左右 周凱薇的家人 才透過周凱薇微博 對外發布信息 目前中國疫情再度大爆發 中共官員和很多名人密集離世 事實上 周凱薇至1998年起 就傳出因患紅斑囊瘡 必須停供休養 一度近乎在香港娛樂圈消失 而近年來將事業重心轉往大陸的她 2021年曾經在社交平台 貼出在北京打新冠疫苗的短片 當時有網友留言質疑 周姐你不是有免疫系統疾病嗎? 能夠接種新冠疫苗嗎? 她回覆說 姐姐 我沒有生病 請別相信謠言 事後她上節目被問到此事 強調自己沒有紅斑性狼瘡 而是血小板偏低 好了 今天的新聞就報導到這裡 多謝你的收看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留言分享點讚和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 請訂閱 按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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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坊